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的第二节 欢迎进入加瓦编程大世界 这是我们第二节的第一次课,论方法详解 学习加瓦的人都知道,论方法呢,是我们首先要熟悉和熟练编写的方法 后面呢,我们会详细介绍加瓦的一些类啊,对象等等的概念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程序,对于加瓦而言,都与论方法有关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我们写的第一个加瓦代码 这是我们上次课写的,那么这段程序运行的效果就是,欢迎大家进入加瓦大世界 而这句话呢,是写在论方法中间的 而闷方法呢,对于加瓦而言,它是固定写法 很多地方是不可以乱写的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详细解释一下,闷方法的具体写法 首先第一个,关键字是public public的中文就是公共的,公共的,接着public,空格,static static的中文呢,是静态的,紧接着再是一个空格,void public和static呢,其实翻译成中文都是形容词,我们把它叫做修饰符 而void呢,是指返回类型为空,空返回类型 而man则是方法的名字 m-a-i-n 紧接着跟着man的呢,会是一对小括号 这个小括号里面包含的呢,就是man方法的参数 参数的话呢,是string 中括号args,string的中文是字符串,而中括号则代表数组 这个意思是,它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数组 这个数组的名字叫做args 紧跟着小括号之后,会是一对花括号 这个花括号呢,我们把它叫做方法体 方法体里面呢,则是写加瓦代码 这些加瓦代码就是加瓦程序要运行的指令 为什么说man方法是固定写法呢? 因为除开参数的名字args 其他的通通是不可以改变的 比方说public static void map 包括参数类型string 中括号,都是固定写法 绝对不可以乱写 一旦乱写,那也就不是man方法了 当然,除开这个args可以改变之外 这个花括号中的方法体 当然也是可以自由由程序员们来写 详细什么样的代码 加瓦就会按照什么样的代码来执行 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man方法呢 是加瓦程序的主入口 我们要执行加瓦程序永远都是从man方法开始的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复习的是上次课的代码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用记事本再加DOS系统 重新写一道加瓦的原文件 并且进行编译和运行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 我在F盘新建了一个demo的这样一个文件夹 接下来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缀名是txt 其实呢,加瓦原文件的名字呢 我们叫做点加瓦 一定是以点加瓦结尾的 至于以点txt结尾的呢 当然就是文本文件 因为是第二次了 我们就叫做test2 然后把txt改成什么呢 点加瓦 这就是加瓦原文件的名字 好的,紧接着如果我们要写代码的话呢 选择打开方式还是记事本吧 我们就不再借用上次的编译器 而完全采用记事本的方式来写代码 首先呢 public class test2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我们下次课再来介绍 紧接着 在test2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要写上man方法 记住man方法的固定写法 同学们千万不要忘了哦 public空格 static空格 void man 尤其是方法名这个man 千万不要写错了 否则运行程序会报错 紧接着 小括号一对 小括号里面写上什么呢 string 中括号 args 紧接着 花括号一对 花括号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哈 不管是小括号 中括号还是花括号 它都是成对出现的 有开始就要有结束 现在呢 我把结束的花括号 往后放 在里面呢 还是写上根 上节课 一样的代码 system.out.println 上次课我们是运行过 这意味着在控制台会 输出一句话 man 方法 好的 现在我们保存一下哈 control加s保存 保存以后的话呢 哎 这个地方我们的test2.java 这个原文件就已经完成了 当然 java呢 如果要直接执行1.java 为名字的这种原文件是执行不了的 我们首先要来编译 呃 这个地方呢 是dos系统 这样吧 我把它关掉重新进来 在这个地方输入 cmd 好 cmd命令 紧接着呢 就进入到了dos系统 当然 我可以敲dos命令哈 cls是清评 接下来我要首先编译一下test2.java 呃 当然我用dos系统编译 这个java程序的话呢 首先 好 要安装一个东西 就是jdk jdk的安装的话呢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哈 我们经常可以在网上去百度度量一下哈 看看是怎么安装的jdk 我安装好的jdk呢 是在c盘的program files 这是它的默认路径 有一个java java里面呢 会安装jdk1.6.0-21 这是我的一个版本号哈 版本号 只有安装好了之后 好 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那么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 然后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这里有一个环境变量 我的系统是windows7哈 在环境变量中 上面是用户变量 下面是系统变量 当然我们可以在系统变量中设置 第一个pass pass系统变量 pass就是路径的意思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pass呢 首先我把jdk的安装目录 记住是安装目录 安装目录底下还有个bing目录 加上一个分号放在了pass 这个系统环境变量的最前面哈 后面都是以分号隔开的 这个非常关键 紧接着 可以新建一个变量 当然我是建好了的 你们可以新建一个classpass 它的变量值就是一个点 记住是一个点哈 好 建好这两个环境变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doss系统中操纵了 看环境变量 jdk是否安装成功 环境变量是否配置的OK 我们直接输入一个java 空格 这是一个doss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java的version是1.6.0 下化线21 这跟我装的jdk的版本是一致的 如果能够顺利的出现这个 就说明你的环境变量是配置成功的 而且jdk也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编译 test2.java 如果要编译test2.java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进入到f盘的demo这个目录底下 这个使用的是doss命令 如果我要切换到f盘 那就输入f冒号 好的 现在这个命令行的前缀出现了f冒号大鱼 紧接着我们通过cd命令 可以进入到demo目录底下 demo目录的话呢 dir看一下 诶 会发现有一个test2.java 这样一个文件 接下来呢 我们要编译test2.java 因为之前我说过的 test2.java 以点加瓦结尾的文件呢 是java的原文件 并不能被真正运行 但是是被程序员来编写的 我们要进行编译的命令是 java c 记住是java c java c 空格 test2.java 意味着我要编译的文件名 叫做test2.java 记住文件名的大小写 要跟真实文件的文件名 一模一样 包裹后罪名 好 回车 这个时候没有报任何错误 但是请同学们注意 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test2.class文件 这就是由原文件通过java c命令 编译而成的目标文件 或者是二进制文件 这也是java可以真正运行的这样一个文件 如果我要运行这个文件怎么做呢 记住是java命令 java空格test2 这个时候test2不要写后罪名 实际上我们运行的文件是test2.class 但是呢不需要写点class 回车 诶出现了man 好man方法 这个跟我的代码写的也是一样的 注意我这里是system.out 点println system代表系统 点out代表输出 点println呢 那则代表打印哈 打印是什么东西 打印出字不穿man 这个呢 这个代码也就是跟我们的输出是匹配的哈 我们的程序是编写成功的 好的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 学习编写man方法 记住哦 man方法的写法是固定的 public代表公共的 static代表静态的 wide呢 代表返回类型为空 而man则是方法的名字 string 中括号代表参数式 字符串 数组 好的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 关于man方法的介绍 就到此为止了 请同学们呢 把这段代码重新再敲过一遍 我也希望你们 配置好环境变量用记事本来编写 加瓦 并且编译和运行哈 通过DOS系统编译和运行 好的 再见咯 其实明天不一定要接受 感恩 请 Ulf 记导 转到